这个男人正在女侧修广播 可刚拆开外壳 却掉下了一只老鼠 阿强差点吃了进去 他忍着恶心修好广播后 赶紧跑到厕所吐了起来 可他刚缓过神 女侧却来人了 他害怕被误会 赶紧锁上门躲了起来 他趴下身查看 只见两个话牢不停地聊天 女人还说自己被一个罪鬼咬到 阿强瞬间提起精神 开始吃起了瓜 可被咬得女人突然变异 对着闺蜜的脖子直接咬了一口 阿强瞬间被吓到了 看着地上的血流到脚下 他意识到情况不妙 刚想打电话报警 却手一抖 掉进了马桶里 而声音也吸引了丧尸 此时 慌张的阿强更加的慌张 他看向门缝底下 本以为安全无视 没想到 丧尸却冲了进来 还扯掉了他的裤子 阿强见状 赶紧踩下马桶盖 一下盖晕了丧尸 接着他爬到另一间逃了出来 可他刚到门口 又一只丧尸冲了进来 他看到阿强后 手上的鸡腿瞬间不香了 好在阿强碰到了吹风机 趁着丧尸看不见跑了出去 但没多久他又回来了 一路跑到了隔间里 他从夜十几年 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 会被困在厕所 为了防止丧尸从门缝钻进来 他拿起提示牌 定在了门缝下 可丧尸一直在阻挠他 被逼无奈 他只能站起身 对着镜子打招呼 反射的景象 吸引了丧尸的注意 就这样一来一回 他成功扭上了螺丝 这时 他看到门上的电话号码 可他一掏口带才详气 手机掉在了旁边的马桶里 没办法 他只能斗挡回去拿 好在一切顺利 他简单清洗后 拨打了物业电话 可刚说完地点 手机却突然失灵了 他当场陷入了绝望 正当他怀疑人生时 却听到了什么声音 他打开门一看 很明显 声音不是从这里发出来 而是墙后面 得知女孩名叫阿珍 是一名清洁工 她同样被困在了厕所里 隔着墙虽然看不到人长啥样 但是阿强已经喜欢上了阿珍的声音 为了追到他 阿强还保证自己逃出去后 会带着他一起逃命 甚至还脑补出了阿珍的画像 在阿珍的激励下 他智商瞬间暴涨 阿强翻到一旁的隔间 拿到了丧尸的衣服 接着捡起断指 瞄准了火警按钮 可尝试了很多遍 一发都没打中 就在他再次发射时 突然 物业大哥跑了过来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阿强手一划 断指射到了物业大哥嘴里 当场把他弄插起了 还被丧尸开婚了 但物业大哥还是忍痛来到阿强面前 对他竖起了心理花 阿强看着自己的神操作 当场怀疑人生 但阿珍一直鼓励他 让他再试试 阿强也打起精神 决定再来一发 没想到他突然脑抽 射偏了 但是却歪打正着 把梯子搞了过来 见状 他拿起梯子 夹在了厕所上方 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去 来到洗手台上方后 他拿到了工具箱 可意外再次来临 支撑梯子的石膏墙断了 锤子还掉到了洗手台上 千军一发之际 阿强走上梯子安全回到了厕所里 折腾了一天他也累了 一度想放弃挣扎 而阿珍也不断地鼓励他 他们聊到各自的工作 阿强这才想起来自己的工具 他爬上厕所 看着洗手台的锤子 随后对着背板一顿琢磨 看来他想到了办法 他尝了味道后 觉得这面墙肯定是豆腐工厂 为了逃出丧尸厕所 他想到了办法 他看向湿群 正好看到了 拿着锤子的丧尸维修工 他赶紧勾引他来到门前 没想到丧尸的脾气不小 一上来就一顿锤 好在锤子卡住了 他趁机拔了出来 但他一时大意 被丧尸咬到了手臂 阿强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坐在地上开始痛哭 但没多久他却笑了起来 原来丧尸带的是假牙 阿强侥幸躲了一截 但厕所的洞被丧尸盯上了 只见丧尸开始撞门 他赶紧爬起身 拿起锤子敲击着背板 因为撬开背板后 就能见到厕所恋人阿珍了 很快 阿强锤开了大洞 而厕所门也即将被突破 关键时刻 他爬进了背板 接下来就只用救出阿珍了 随后 他开始寻找阿珍所在的厕所 他敲击背板听到了阿珍的回忆 可阿珍听到他要来救他时 却被拒绝了 但阿强没有多想 果断锤开了背板 很显然 墙外的阿珍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 而阿珍也知道自己的身材 肯定会被阿强嫌弃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身边人的歧视 但阿强告诉他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可阿珍却认为 这不过是场面花罢了 下一秒 阿珍打开了厕所门 一群丧尸冲进来当场就把他开昏了 而墙内的阿强痛苦不已 因为这是他长那么大 第一次对女孩心动 阿强想再看他一眼 没想到 差点就被丧尸一拳抱头 调整好情绪后 化悲伤为动力 阿强开始寻找逃离的出口 他推开通风管 同样看到了丧尸 无奈 他只能回到原来的厕所 可看到阿珍的画像后 他却哭了 没想到 擦眼泪的瞬间 让他想到了蛋了 于是 他把厕所的整卷指用光了 把自己包成了月光骑士 就这样 阿强推开厕所门 选择硬闯丧尸群 很快 他逃了出来 一路走向楼层的电梯 可电梯里的女人看到他进来后 果断离开了这里 最终 阿强来到了一楼 离开时 还不忘在门上画了他和阿珍的幸福 他来到一出电话亭 赶紧打电话给母亲 告诉母亲他恋爱了 可刚挂掉电话 丧尸早已把电话亭包围了 那么阿强能否再次逃出圣天呢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